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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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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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們來 聊一下 就是 作為一個緬甸人 他在 新加坡留學 不為人知的 心酸 應該是說 我們兩個 簡單介紹一下我在新加坡 學習了十年 然後他在新加坡學習了 六七年 七年 首先呢 就介紹一下 窮學生的苦日子 就是 剛來新加坡的時候啊 就是 也不是說自己選擇過來的 就是被哄過來了 他 我的監護人跟我爸媽說 現在會不是硬式教育 就是 不是一次考試 就可以定錢坑的那種 騙騙騙子啊 都有中考跟高考的 就 幹嘛就是被騙了 你知道嗎 我是被騙過來的 剛來的時候 很窮 真的很窮 就是一個星期 只有 二十新幣 二十新幣是大概 一百塊人民幣吧 然後二十新幣 我一天在外廟吃午餐 因為午餐的話 午餐 不是Lunch 是午餐 一定要吃午餐 一個星期要吃午餐午餐 然後 要吃Five time午餐 對 因為我在那個 What 午餐午餐 我們兩個好像在講那個什麼 什麼 就這樣嗎 什麼 那個 蛤 吃葡萄不煮葡萄皮 那種叫什麼 肉口令 然後每一天窮到只能吃兩塊八的雞飯 一個星期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吃四塊錢的紅油拉麵 而且早餐 你的經紀人給你吃什麼 不是經紀人 我不是明星 不好意思 我還沒有好看到可以有經紀人的那種地步 你的那個什麼叫什麼 監護人 對的監護人給你吃什麼早餐 對的監護人給你吃什麼早餐 他就給我吃像屎一樣的早餐 就 不是早餐 每一餐都是屎 早餐就只有一個雞蛋 一個那種水煮的雞蛋 搞不好我現在就 水煮雞蛋給我陰影 你知道嗎 看他吃不下就想 吐你知道嗎 啊我笑到我對頭 哈哈哈 監護人 他給的就是這個零化錢 然後這個零化錢也是 特別的可憐 剛來的時候又沒有手機 半年的時間都沒有跟國內的同學聊錢 拿的是那種諾基亞炸核桃的雞 這搞笑什麼 我去語言學校第一天嘛 然後那天剛好我爸媽要飛走了 然後給我打個電話 然後在十二人的面前 我從我的書包套出來了我的核桃雞 問題啊 對大家都在上課 我套出我的核桃雞接電話 喂老爸老爸我在上課 啊你們要走了 大聲大聲啊 真的是講電話 他們都是在上課 尷尬死 尷尬 對啊 然後再講一下 那時候苦人玩怎麼講的好笑的字 就是好 之前很苦 但是講出來現在感覺不苦 就是搞笑啦 嗯嗯 就是不是所有的留學生都是 開豪車 住豪宅 也有像我們這種苦逼的生活 每一天為了一分一毛一塊錢的事情 繳盡頭腦 那時候的苦 就笑一笑就過來了 然後後面認識了很多朋友 之後就從那段時間走出來了 對 然後我想問一下你 你看我來這邊我還是挺開心的 因為我住間婚人家還是有很多中國小夥伴 什麼的 一起玩什麼 但是他是自己跟他 兄弟姐妹沒有那麼的親 就是我們是長大後才發現更珍惜彼此 但是小的時候就還好沒有那麼 就那經常吵架的那種 這個正常啊 小的時候大家都吵架 對 所以剛來這邊的時候就是環境就已經很陌生了 然後家就是還經常吵架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晚上就天天哭 哭了多久啊 兩三年吧 你有這麼多眼淚哭嗎 我超喜歡哭到 那是就會哭的那種 那一年 對 那那那那那 那就很委屈啊就是 就是感覺每一天過得好慘 然後好想家人 然後以前我就是很黏奶奶那種 然後就是很想奶奶 然後就是 就一想到那一瞬間鼻子一酸 然後那個眼淚又流出 然後就覺得自己很委屈 然後就鼻子哭哭 然後哭到水澡 然後那那天又 那天又 那天晚上又重複一樣的東西 一兩年這個之後 後面就是一個星期哭一次這樣 好棒棒 有見譜 現在就沒有啦 現在就完全 現在可能一年一次吧 對 現在就很少很少哭 現在哭都不是想念誰 而是自己遇到什麼難題這樣子 在自己的人生 關於 從就是 新加坡的教育系統是這樣 有快班跟慢班 初中的嘛 初中快班的話是四年 然後慢班是五年 他當初本來是跟我一樣在快班的 跳到慢班嘛 跳到慢班之後 有很多事情發生 反正那段時間就是比較 人生 你人生中比較黑暗的時候 對 其中一次吧 但比起 最近 最近 看回去就覺得還好 最近的是 比之前還更嚴重的 就是 他退學了 他讀了一年的 像我這麼開心 一年 也不是 就是 不是 他退學了 覺得好激動 比我還開心的 不是我更開心的嗎 好吧他退學了 然後你可以開一個視頻說一下 你這些人生的決定啊 是怎麼做的 怎麼 堅定自己 給自己信心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感覺 這種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決定 對 我們剛剛說了快班跟慢班嘛 對吧 然後就是 新加坡的話 你剛來的話 想要進政府中學 是要考試的 對 然後你千辛萬苦 花了一兩年時間 或者半年時間 去考這個試 結果你進去的都是 呃 neighborhood school 鄰居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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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他不會把優秀的 教育資源 給外國人 基本上不會 對 基本上很少啦 對 剛來的時候都會要進 鄰居學校 然後 對 然後鄰居學校的學習氛圍就很 啊 我要什麼都沒說 滴 卡掉 就是 呃 沒那麼好 對 你說一下吧 你在緬甸 你之前可是 一年級就一天上十二個小學的女人 對 在緬甸就是所有學孩子都是 通常如果你是華人的話 基本上都是需要上十二個小時的課 從 對 一年級 對 從一年級就會上 但是我們就是在那邊玩啦 都沒有真正的 是來到新加坡之後 那個 就是 學習的那個 心態會突然間 就變得很 對很重要 如果我來到新加坡 在每天就是 雖然有 就是一整天都有學習的 那個 時間的安排 但是就是 沒有在上學 就天天跟朋友玩 然後來到這邊就突然間就覺得 哦 學習很重要 一定要學習 所以以前我在緬甸是有跳舞的嘛 但來到這邊之後 就完全沒有 就是跳舞這些 都是專注在學習這樣 說到這個 他當初不是從 快班下到慢班嗎 他還想去找那種緬甸的神婆 問一下他是不是適合讀書 好吧 我們這樣講到哪 我又忘記了 我沒有離題了 對 就是學校的氛圍 就是 如果你不是進最頂尖的學校 比如說在新加坡最頂尖的初中高中 是叫 萊佛寺跟華中 這兩個學校的學生呢 他們就是真的是 為了學習而學習的 就是 像 頂尖高中的那種感覺 就是貴族學校的頂尖學校 所有人都是又有錢又會讀書的那種 學習的程度會跳很高 比起我們這樣 就是 即使是都是中學 但是他們教的都好像已經是 A-level的這樣程度 但是初中 那麼簡單的東西要教四年 然後高中這麼難的東西 擠在一年半的時間 讓你讀完讀完之後 你就高考去了 就很 但是雖然這麼說 我 我知道你要幹嘛了 你要彩虹 彩虹屁我 你要催我了 雖然這麼說 一直說什麼兩年什麼之類的 人家兩年 A-level就要拿了七個A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五個 原來是七個A 就是滿分 所以你們如果想要知道 他怎麼拿到這個A 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能他自己會開個頻道 說一下他怎麼拿這個A 有可能 可能 百分之百的可能 沒有 這麼有自信 那好了 我不搶你的那個標題 可能 就是你讀零理中學的時候 那個環境不會讓你想很好的讀書 就是大家都會有一種 把 就是 又玩又讀 就是沒有 大家會覺得你一直讀書 就是很蠢很傻的事情 就他們會覺得你一直讀書 你就是書袋子 不想跟你玩 然後對他們來說 比如說什麼社交啊 什麼 才是比較重要 才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對 但現在的社會都是這樣嗎 中國不會啦 我來 因為我在中國讀到初一嘛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Party啊 就沒有人會Party你知道嗎 然後初一的時候 大家都很單純啊 然後 學習範圍也很好 然後中國朋友在下面留言 我們有啦 我們有啦 真的初一的時候 就是很單純 就是很學習 每個人都是 非常的搞笑 很可愛 到時讀書是很快樂的 然後來到新加坡之後 又開始在這邊讀初中 重新讀初一 就會覺得每個人都很複雜 沒有像中國這麼單純 所以如果說學習氛圍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中國這邊 嗯 然後學校裡面有很多校園霸凌 而且是非常非常嚴重的那種 可能因為在我身邊就還好 就唯一一個記得 就是那個跳舞的那一個 哦好吧 就可以說一下吧 就 第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班上有一個當時比較胖的女生 然後他們就會嘲笑她 然後不想跟她做朋友什麼的 就會冷暴力她 說什麼經過的時候 像地震這樣子 都是很平常的 不跟她玩啊 不跟她玩什麼的 然後第二個例子就是 當時是 有一個女生才藝表演嘛 就跳舞 然後被另外一個女生錄下來 放到社交軟件上面 然後去嘲笑她 然後就是很多這種事情 那個真的很過分 很過分啊 然後最過分的還有打人的事情喔 那個是誰啊 不知道就是 我不認識啊 但是是慢班的 對啊 在男廁所打架 抽葉什麼 抽葉什麼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 然後我還聽說過這個就是 慢班也不知道是哪個年級的 反正她就是進了那個黑幫嘛 然後才把一個人打到 以後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問我們 我們如果可以幫你們回答的 或是幫你們解決的 我們可以盡量幫一下 對 有什麼對新加坡這個小國家 有什麼疑問的 也可以問我們 因為我們畢竟 一個大概十年 一個大概六七年 對七年 對 所以拜拜 就這樣啦拜拜 下次見 喔可以碰到了就是 好像沒有碰完 好像沒有碰完